介大使 物流什么时候会到 很困难 因为美军是完全不会进入到 进入到乌克兰的境内 我想基本上会在波兰边境交货 所以乌克兰还要去拿 对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因为这种新的武器 突然想到就是怎样 超商取货付款的意思吗 你还要到定点去拿是吧 应该就是在边界交货 因为现在也很困难 因为被封锁了嘛 对 因为美军不会进的 美军绝对不会踏入乌克兰一步的 因为俄罗斯也看得很紧 任何北约的部队 这个时候普丁讲那句话 其实他讲更精准一点 他是说下令核武部队 进入到最高警戒状态 也就是已经到了核子战争 那个最高警戒状态了 是很严厉的警告 所以北约的秘书长才会这样子回应 他说这个是危险的措辞之不负责任之举 因为你要升高你的战备有好几级 这次普丁是直接升到最高级 那你觉得升到最高级是 是升来警告乌克兰还是警告美国 是警告美国跟北约 所以美国跟北约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踏入乌克兰一步 所以进去的话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新的装备 你在使用的时候 你的军队还需要一段时间 那听说现在美军是用线上教学 那就直接教这个乌克兰的军队 怎么用这个针刺飞弹 怎么样可以使用最高效率 那不过这个都是需要一点点时间 那到底这次谈判是不是难得谈得成 然后普军到底要怎么打 其实打的方式 打这个基辅的方式 其实可以分好几种方式 不会一下就进入到巷战